大家好我是Lulu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一个 简单快速家庭腹肌训练 那因为大家会发现 现在我们对腹部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以前我们的审美停留在平坦的小腹 可是现在我们的审美停留 现在已经进不到这个线 那个线 人鱼线 马甲线 各种的线 那要怎么样子出现呢 因为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有肌肉线条 另外就是我们要有够低的体脂 可以看到那条线 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两者一起做到呢 首先是我们一起锻炼腹部 第二就是我们跟着我做其他的视频 我们把整体的体脂我们剪下来之后呢 你就会拥有你想要的线 OK 开始吧 今天的动作也是三个动作 我们会主要轰炸我们的腹肌 其实腹肌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我们只要不停地去做一个收缩的动作就可以了 会有很多很花哨的动作 但是其实原理万便不离其中 为了让大家不要太无聊 我们会有三个动作给大家进行一个交替 OK 第一个 第一个是一个叫做bicycle crunch 我们在做的时候 用我们的手肘接触到我们的膝盖 交叉进行 但是 其实我们要注意的是 我们的腹部一直在做一个收缩的动作 一个crunch的动作 好 三十秒 感觉这一集录的会有点累 因为我要一边说话一边做crunch 接下来的动作是 两头起也是我们在地上进行的 好 准备好了吗 开始 因为我的腿有点超 所以我要碰到脚尖的话 会更用到我的腹肌来发力 等下来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尽量把手接触到我们的脚尖 但其实它的原理就是我们的腹肌在收缩 注意呼吸 好 第三个动作就是我们在地上做一个 也是膝盖和手肘的一些接触的动作 好 准备开始 这个动作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把用脚尖脚地 然后因为它有一个扭软动作 所以我们除了我们的腹直肌之外 也会用到我们的腹外斜肌 OK 有没有感觉我的腹肌更明显了一点呢 OK 好 休息一下 我们做我们的第二轮 准备开始 OK 那这时候呢我们要 我们可以把脖子放松一下 因为很多人他们在做 在做那个卷肤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 把脖子牵起来 其实我们并不用到脖子的肌肉 颈部的肌肉可以放松 主要把注意力放在腹部的肌肉上 呼 第二个动作两头起 OK OK 我从侧面进行展示 准备好了吗 如果你觉得腹肌很酸 按的对了 如果你不让你的腹部有三胀的感觉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具体是有六块还是八块腹肌 如果你想开始锻炼腹肌 那就坚持走下去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 原来我的腹肌是那么的漂亮 每个人都有机会看到自己的腹肌 每个人都有机会看到自己的腹肌 最后一个动作 膝盖接触手肘 注意我们做的时候呢 其实跟那个平板支撑 起始动作是一样的 不要有这个把这个那个臀部有往上提的那个动作 主要是我们在腹肌收缩的时候找这个收缩的感觉 OK马上是最后一轮了 准备好了吗 开始了 不要偷懒 我知道很累 我的腹部感觉到快要爆炸了 坚持 到点呼吸 好 OK 在比较喘的时候 大家可以用深呼吸的动作 调整一下呼吸 两头起 准备开始 有任性好的同学可以尽量把自己的脚伸直加大难度 哇好难 好 现在最后一个动作 我们进去的workout就马上结束了 所以最后一个动作 最后一个动作千万给自己认为松切的理由 开始 尽量可以让膝盖接触到手肘越近越好 如果你能碰到还是最好 我现在碰不到 但是希望你可以超越我 如果你可以超越的话 请随意的超越我 可以 十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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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够了 谢谢 但其实它的原理就是我们的腹肌在收缩 注意呼吸 好 那第三个动作就是 我们在地上做一个 也是膝盖和手肘的接触的动作 好 准备开始 这个动作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把 用脚尖着地 然后呢 因为它有一个扭转动作 所以我们除了我们的腹直肌之外 也会用到我们的腹外斜肌 OK 有没有感觉我的腹肌更明显了一点呢 OK 好 休息一下我们做我们的第二轮 准备看 大家好我是Lulu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一个简单快速家庭腹肌训练 那是因为大家会发现现在我们对腹部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以前我们的审美停留在平坦的小腹 可是现在我们的审美停留 现在已经进不到这个线那个线 人蕴线 马甲线各种的线 那要怎么样子出现呢 因为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有肌肉线条 另外就是我们要有够低的体脂可以看到那条线 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两者一起做到呢 首先是我们一起锻炼腹部 第二就是我们跟着我做其他的视频 我们把整体的体脂我们剪下来之后呢 你就会拥有你想要的线 OK 开始吧 今天的动作也是三个动作我们会主要轰炸我们的腹肌 其实腹肌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我们只要不停的去做一个收缩的动作就可以了 会有很多很花哨的动作 但是其实原理万变不离其中 为了让大家不要太无聊 我们会有三个动作给大家进行一个交替 OK 第一个 第一个是一个叫做bicycle crunch 我们在做的时候 用我们的手肘接触到我们的膝盖交叉进行 但是 其实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的腹部一直在做一个收缩的动作 一个crunch的动作 好 30秒 感觉这一集录的会有点累 因为我要一边说话一边做crunch 好 接下来的动作是两头洗也是我们在地上进行的 好 准备好了吗 开始 但是 因为我的腿有点超 所以我要碰到脚尖的话 会更用到我的腹肌来发力 所以大家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尽量把手接触到我们的脚尖 具体是有6块还是8块腹肌 如果你想开始锻炼腹肌 那就坚持走下去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 原来我的腹肌是那么的漂亮 每个人都有机会看到自己的腹肌 最后一个动作 膝盖接触手肘 注意我们做的时候呢 其实跟平板支撑 起始动作是一样的 不要有这个 把这个 那个臀部有往上提的那个动作 主要是我们在腹肌收缩的时候 找这个收缩的感觉 OK 马上是最后一轮了 准备好了吗 开始了 OK 那这时候呢我们要 我们可以把脖子放松一下 因为很多人他们在做 在做那个卷腹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 把脖子牵起来 其实我们并不用到脖子肌肉 颈部的肌肉可以放松 主要把注意力放在腹部的肌肉上 第二个动作 两头起 OK 我从侧面进行展示 准备好了吗 好 如果你觉得腹肌很酸 按的对了 如果你不让你的腹部有酸胀的感觉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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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